加世公朝启示录,毛左对习近平构成挑战,被大英届毕业生月薪8月19日发表至中共中央和习近平的公开信,表示,生人深圳加世科技公司工人的大学生都将坚定政治意识,坚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坚决维护中国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但也坚决要求要求北京处理事件。 中的黑恶势力事实上,在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深圳加世劳资纠纷事件中,中国的左派人士一直在动员力量,进行造势和声援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毛左派和新左派的合作将给中国当局,带来另一种挑战阅心。 在公开信中说,一些地方黑恶势力混进声援团传播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妄图给声援团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名,已经被清理出声援团。 他强调,今年恰逢导师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声援团所有成员都会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其作为精神食粮不断提高。 政治觉悟,为工人阶级事业奋斗事实上,深圳家世工厂发生后,中国各种左派势力就开始深度,介入8月6日40多名中共党员和退休干部在深圳参加抗议集会。 包括原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张晴德和乌有之乡,的范景刚等人8月17日网上出现有谷振华,张晴德,王子凯等51位人士,联署的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至中共中央,广东省委和深,郑市委的公开信,抗议地方政府对家世工潮,的处理方法。 古镇华1941年参加新四军,后在湖北日报任编辑,王子凯则是原北京党校副校长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编辑蔡崇国分析,说深圳家世工潮规模,并不但也不是工人首次要求选举工会代表,其之所以受到各界重视,正因为中国新左派和毛左派的这种融合与合作。 青年一代左派公开介入工人运动,公开和警方对立,他们背后有老一代毛左的支持,对当局的意识形态和合法性,是一种动摇,而且是持续的动摇。 毛泽崇国介绍说,过去几年中国贫富悬殊日益加剧钱全交易,猖獗底层民众的不满严重,使得左派在中国有了发展的土壤。 他表示过去几年毛左派也多次介入企业的劳资纠纷,显示他们确实获得不少基层工人的支持。 此前一部分毛派介入到主要是城市国企工人的抗争,有些人还因此被捕。 他分析说以年轻人为主力的新左派通过社交媒体使家事事件成为舆论热点,改变了过去左派介入工潮的方式。 中国劳工通讯,不久前曾经报道截至2018年8月为止的12个月,内权中国已发生超过1860次办公或工人抗议活动。 报道说中国劳资矛盾的激化程度已越过了政治和民生的临界点,直接一写,到政权的合法性乌有之,将近日发出公告将在深圳举行改革开放40年研讨会,全面的审慎的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成就和经验教训。 旅美自由评论人士扯破空认为,中国左派以共产党传统意识形态向当局发难对中国当局来说可能会形成更大的威胁,共产党理念上先传极左的一套,而实际上走上了右翼纳粹的那一套,这就是毛左派有存在空间的原因。 而毛左派对习近平当局来说更尴尬,也更有威胁性,蔡崇国也认为,中共当局目前确实面临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困境,而中国的左派也正在和当局争夺毛泽东正面大旗,毛泽东的丰富和复杂性。 通过这一次运动被一些人看到了因此现在毛左派和当局开始争夺毛泽东正面旗帜,他表示中国左派在中共岛内,军内和政府内部有很大的支持力量,而且具有极大的内部动员能力。 邓小平改革开放也曾遇到来自内部的极大阻力,因此他才发出主要是反左的指示,而在今天中国社会的现实下,左派在底层社会拥有更大的支持和能量,因此对北京的挑战可能也将更加激烈。